你还没说话,火牛就开始了 大家好,我是金阳 刚才看这个信息啊 私信的人说,说啥呢 闪电 他以前的脾气是啥 不管他是在干什么 他的主人,只要往龙门这一站 然后一敲龙门,立马就回去 老抢话,你啥意思啊你啊 姑娘,我不能说话 我一说话你就再抢 听懂那个意思了 说的啥,不管他是打架或者是在哪 吃东西也好 只要是说让你回龙的,立马就得回去 咱这有个这不比 我今天想测试一下 那你给他画个绳子 等一会儿,万一发生啥意外了 就好拉 那行 但是我把它里边那一摊 把它给弄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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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谁咬谁了一口 他没事 不让他出去 让他学会拉这个东西 找个东西把这个 把这个瘸了 毕业毕业 他就是让你给他开门呢 这家伙知道吧 我就不给你开 你就拉着这个轮子 好好玩 铁链 那么重的铁链 他是不拉 我先从一点一点点的分量 给他夹上去 让他慢慢拉 这样的让他先试一下 今天看怎么样 一会儿看他还 对这个轮胎 有没有其他的那种 错误的方式反感 过来 走 上那边 上那头 上那头 当amour 他出来 他就认总威力了 过来 他 不玩 他时不时的就吵了那个轮胎 我就纳闷的 他对这轮胎拉东西什么呢 怎么那么反感呢 这么大块头拉个这 别说这东西 你要千八斤的千八斤的 百八十斤的 你正常来说你就让他拉个几百斤 别说几百斤拉二百斤他就绝对没问题 这么大块头拉二百斤绝对没问题 他反正不动 反正一直就让他拉的闪电过来 过来 过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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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哎呀 这这回到好 喊说所有的狗啊都释放了一下 你还都喘了一个遍 哎 花架 差点把你拽跑 我真拉不住他 嗯 真的他要是提起来你要是拉个 200斤300斤应该是没有提的 应该是没有提的 他现在就疏于疏于就是这这这这这 训练 嗯 为啥呀 你看他不拉东西 嗯 要是要要像别的笔事啥子 早就拉那个轮胎拉的铁链早跑起来了 他就不拉 哎呀 每天再给他买一个那个 在那时候上面加棉的那个那个铺圈啊 啊 给他换一下不让他用那个窒息 啊 这个铁链啊容易有时候一一一一带的时候 他就就那个铁链直接给锁死了 嗯 我估计也在那个原因 锁死了之后他窒息了他就他就不 不想再去拉了 嗯 不想再去干那活了 等着啊 这两天容易吵着 这两天容易吵着 喵喵喵 喵喵 喵喵